有很多人會擔心 吃太多蛋會為身體帶來負擔 但其實吃足夠的蛋 可以為身體帶來好處 美國一位醫生就提出 我們一天應該要吃四隻蛋 帕格醫生是一位美國的脊椎科醫生 也曾經在霍華德大學擔任教授 他說 雞蛋裡面的膽鹼含量 幾乎是大豆的三倍 吸收率也較高 膽鹼是一種可以預防 和治療脂肪肝的物質 所以帕格醫生建議大家 每天可以吃四隻蛋來補充營養 另外 有很多人都以為 雞蛋全熟 會比生雞蛋 或者半生熟蛋好 但帕格醫生就顛覆了這個觀點 他說 加熱蛋黃 會破壞當中的一些類胡蘿蔔素 如果想最大限度感 提高雞蛋的營養 可以採取以下的三種烹調手法 第一種是水煮的水波蛋 第二種是太陽蛋 如果真的想吃炒蛋 最好用煎蛋的方法 將蛋白煮熟變白之後 轉小火 再將蛋黃煮穿混合 不要煮得太熟 這樣就可以保留較多的營養了